据说昨天科技圈的跟投资圈的都熬了个通宵 为啥呢 就为了看苹果首款M2头显的发布会 什么是M2头显呢 它看上去呢就像是一个滑雪镜一样 但它其实是未来的电脑 你可以用它玩游戏 看电影什么的 那这款苹果的新品到底怎么样呢 看了一圈之后呢 我感觉这个口碑挺两极分化的 科技圈里大多掌声一片 但凡有些质疑声都会被圆了回去 比如你要说它续航只有两个小时 那可能就会有人说了 这是普通人通往元宇宙的第一张门票哦 两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够遨游几个来回了 如果你要说它折合人币25000块钱的价格太贵 那肯定也会有人说了 那是你的问题 不是库克的问题 但再看一下投资圈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 基本上就冷静很多 在发布会之前呢 苹果公司的股价实在大涨的 但是当3499美元的定价一出来 苹果的股价立马掉头下跌 觉得太贵了 那这个头衔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这个科技博主们其实讲的已经很细了 我只说三点最明显的好了 第一呢 就屏幕的大小不再会是限制了 以前咱们不管是用电视电脑还是手机 基本上屏幕的尺寸会决定我们体验的天花板 我们不太可能用手表来看电影吧 也很少会用电视来看时间吧 但这个M2头衔不一样 它可以让整个世界都成为你的屏幕 大小还可以自己调 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这样的结果就是 你的房间随时就可以变成一个私人电院了 头衔它会自动改变空间 自动调整光线 把屏幕放大甚至超越你的房间 同理啊 那这样的体验也可以拓展到办公游戏等等的领域里面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交互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 电视用遥控器 电脑要用鼠标键盘 之前的那些头戴设备 基本上都是用控制器来操控的 但苹果的这款头衔可以用眼睛来控制了 视线就是鼠标 两指一掐就是点击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它可以在虚拟和现实之间无缝对接 同时呢 虚拟和现实是清晰可辨认的 通俗点来说 就是你摸鱼和工作之间可以随时切换了 比如你上班时间在看大片 老板走过来了 你也是可以发现得了的 在发布会之前呢 库克曾经说过 M2头衔会在未来十年取代iPhone的地位 但说实话啊 就我自己体验过的其他的AR设备来说 头上需要带一个这么重的东西 只要时间稍微长一点 还是很不舒服的 又闷又热的 所以它体验还不是很好 除非以后能够出现更好的新材料 能让投写设备卖过这个门槛 那作为苹果的第一代M2产品 它肯定是不完美的 投资圈的谨慎也是正常的 生态系统的构建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饭得一口一口的吃 步子得一步一步的卖 但幸运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呢 咱们中国有机会 也有能力抓住这次的机会 就像我们没有完全错过互联网时代 完美的拥抱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样 我们呢 不光有苹果最重要 也最完整的产业链 还有像华为和华强北 这样的主力军和游击队 拥抱创新这个事上 咱们是从来都不出 普里格任何他的瓦格纳雇佣军 似乎在给全世界开了个玩笑 一向被认为是普京清醒了他 先是闹出惊天兵变 冰封都直指摩斯科了 结果一个晚上就演起息鼓 现在的情况是 普大厨扔下了几万的雇佣军 孤身转投了白俄罗斯 这事上呢 就像是咱们大爷的股民一样 手里拿着的股票 是慢慢雄突一路在亏钱 好不容易横盘稳住了 突然又来了个跌停 然后古巴里面吵吵闹闹的 大家都在担心 这公司是不是完蛋了 结果第二天却又神奇反转 上演了一个地天版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接下来咱们就在 已有信息的基础上 争取在三分钟里 搞清楚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瓦格纳呢 其实雇佣兵就是欧洲的老传统了 不光俄罗斯有很多国家也有 比如著名的黑水公司 相比正规军 雇佣兵会更加灵活 可以用来做一些 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像这次事件的主角普大厨 就曾经被爆出 说他在2016年通过网络 干预过漂亮国总统的选举 以及参与过叙利亚的内战等等 那么在这以前呢 普大厨是普京的亲信 俄欧冲突爆发以后 大俄在正面战场上的兵力不足了 不得已让瓦格纳出马了 一开始瓦格纳只有几千人 但是打着打着 发现这点人不够用啊 于是就大肆的扩边 甚至连监狱里的犯人都给提出来 补充到队伍里去了 那现在呢 就扩充到了几万人的规模 第二个问题 为啥大俄的正规军拉垮 可是瓦格纳却很厉害呢 这个事咱们有经验啊 清朝的时候太平天国一爆发 满清不是有着好几十万的 绿营长卑军吗 但是呢 战斗力实在的拉垮 根本就挡不住那为了活命而造反的农民军 但是反观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怀军 战斗力却很强 为啥呀 这里面其实还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绿营他只是打工拿军饷 为了皇帝而战 而湘军和怀军 还多了一个保卫家乡的职责 用现在的话来说 那就是多少 还是有点股份的 第三个问题 为啥瓦格纳这么快就认怂了呢 就目前掌握到的信息 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 毕竟任何一个国家都明白 任由这样有力量做大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俄罗斯国防部一方面限制弹药供给 另一方面要求这些雇佣兵 直接跟国防部去签合同 这时候就等于是让他们绕过包工头 直接拒绝包工头在里面赚差价了 可是没成想这普大厨的脾气挺大的 直接就掀桌子了 但是包工头毕竟只是包工头 虽然手下有几万人 但是打工人对于包工头并没有忠诚度 你带着我们赚钱可以 但拿我们当炮灰给自己薄工名不行 而且瓦格纳的武器弹药全是俄罗斯国防部在提供 这次兵变的理由不也是因为国防部不给他发军火吗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 瓦格纳的口号是鲜血 荣誉 祖国 以及勇气 所以他跟西方价值观以及利益也是冲突的 导致他不可能得到来自西方的资助以及认可 因此一场根基不够 缺少军火 又没有外援的兵变 能在24小时内 以普大厨远走白俄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解决 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说起来其实现代战争主要就是在拼耗财 比谁的导弹无人机多 在这背后呢 则是经济和工业实力的比拼 大额的偏科太厉害了 军事实力是很强 但是经济一般 工业体系也不够完整 杭州西安都扛不住了吗 全面取消了限购 那现在全国还剩下六个地方 存在着不同形式的限购了 这六个地方分别是 北上 广深 天津和海南 那这回向西安是全面取消限购 而杭州力度还要更大一些 不光取消限购 还买房送户口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卷 像杭州名义上是二线城市 但是外号新一线城市啊 可是呢 这几年他的房价也已经跌到没朋友了 现在已经击穿了2017年的水平 如果再跌到2014年的水平 那就意味着 得有一半的房子价格被腰斩 房奴们伤不起啊 那现在全面取消限购之后呢 外地人就可以随便买了 买房还可以上户口 主打一个老乡别走 其实呢 在4月30号的那个重要会议一结束之后 全国人民就已经搬好了板凳 坐等楼市大消息了 但是呢 之前北京放松限购 只是放开了五环外的 像挤牙膏一样的不疼不痒 紧接着 深圳松绑的幅度还要更小 只针对两类人 一类是没有深圳户口的 社保要求从三年减成一年 第二类是生了二胎的 可以说也是毛毛雨 而今天总算是等来大招了 上午杭州刚刚取消限购 下午西安也跟进了 看来都有点急眼了呀 不过呢 以前房子是越涨越强 那是在买它的金融属性 现在房子只剩下居住属性了呀 属于是实实在在的商品房了 既然是商品 那就得看供求关系 可问题是供求关系是什么情况呢 到今年二月份 全国新房的库存量 7.6亿平米 创历史记录 而且还不断的有房子在建设竣工 所以总量上确实是供过于求 咱们就以杭州为例 今年四月份成交面积环比下跌了55% 除了核心板块还好一点之外 其他楼盘都卖不动 但是房子如果总是卖不出去的话 不光开发商压力大呀 还会拖累银行和金融体系 地方财政也会越来越吃紧 像最近我们看到水电燃气呀 什么高铁都在涨价 其实就是地方财政的补贴跟不上了 所以说呢 在4月30号的那个重磅会议之后 房地产的去库存大战又打响了 像杭州这次买房送户口 应该也是看明白了 想要卖房就得抢人 其实呢 4月份南京也宣布了购房落户的政策 毕竟啊 总人口在下降 城镇化接近尾声 那以后楼市肯定就是分化的格局 哪里人口净留住 哪里的房子才卖得出去 所以呢 在一线城市还扭扭捏捏的时候 二线城市已经抢先大招了 那你说取消限购这个政策 能有多大的效果呢 要知道取消限购这个事 毕竟不会创造增量 它只会 但凡无法杀死我的 只会让我更强大 8月29号 华为的新手机 Mate60 Pro悄然上市 举国沸腾瞬间挂上热搜 9月3号 也就是昨天啊 华为的这款新机 全渠道全面销售 引发抢购 线上更是一分钟售请 关于这部手机 华为连介绍性能的发布会都没有开 但是科技大佬呢 已经在第一时间 帮我们拆机测评过了 简单来说呢 就这款新机搭载的是 华为自研的麒麟9000S芯片 实现了卫星同化的功能 网速达到了5G的水平 至于其他的各项功能 也都很强大 不过这款华为手机 被讨论的最多的 主要还是它的芯片和5G技术 为啥呢 5G手机需要用到的芯片 最低也得是7纳米的 如果想更加具有竞争力的话 得达到5纳米 但是呢 华为由于被制裁的原因 它是根本拿不到28纳米以下的 先进制程的芯片的 这里呢 需要简单来回顾一下 这个事情的背景了 2013年华为海思自主研发出 第一款手机芯片 2013年华为首次用麒麟命名 自研芯片 2014年麒麟920诞生 这款8核芯片 已经可以正面对刚高通消聋了 2018年华为又发布了 面向智能手机的麒麟980 从此站稳了高端芯片的业界地位 反正那些年的华为 就跟开了挂一样的迅速崛起 可是呢 2019年的5月份 华为开始遭到了美国的制裁 禁止美国企业 向华为出售特定的组件和技术 从基础元器件 芯片 操作系统 应用软件等等各个环节 对华为的供应链进行全面打压 华为陷入到了孤立无缘的境地 举步维艰 即便说他当时用的麒麟9000芯片 是自主研发的 可是呢 也需要由台积电来代工制造 可是美国规定 哪怕你这个企业的生产线里面 有一丝一毫的美国零配件 那么你都不允许再给华为供货 于是呢 华为就只能忍痛停产了麒麟9000 暂别5G 此后华为的新机型再无5G 而因为没有了5G 华为手机的全球出货量 也从第二名瞬间调到了20名开外 可以说被美国制裁的这1500多天 真的是黑暗无比 有很多的时刻 甚至可以用这个悲壮的词来形容 但是呢 华为没有放弃 在被美国制裁之前 华为上研所大概4000多人 现如今呢 上研所的研发工程师高达2万人 截止到去年年底 整体研发员工11.4万名 占总员工的数量比例高达55% 今年仅仅上半年 华为的研发费用达到了826.04亿 同比增加35.41亿 所以才会有今天我们迎来的这一部 艰难诞生的华为武器手机 在很多国人的眼中 这其实都已经不是一部手机了 这是一部蒸汽机 而至于大家都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再怎么技术突破 在没有高端光刻机的情况下 浓媒大眼的格力电器 经历了7年来最惨的一次下跌 昨天距离跌停只差一分钱 为啥会这样呢 因为很多人认为 这一项出手大方的格力 怎么分红越来越抠门了 而最要命的是 大家预期格力未来的分红 没准可能会越来越少 为啥呢 咱们知道格力主要是做空调的 其他的家电 他做不过美迪海尔那些 而现在这个环境之下 空调行业营收基本上见到天花板了嘛 而且呢格力的空调营收规模 在2022年已经被美迪赶超了 所以说估计现在格力最着急的事情 就是得赶紧找到一个新的业绩增长曲线了 其实呢 董明珠在多年前就带着格力 进行了多元化的布局 造手机造汽车什么的都搞过 但都没什么起色 尤其造车这个事情折腾到不行 早在2016年的9月份 格力就打算拿130亿 买下珠海银龙这家公司100%的股权 搞电动客车 但是呢架不住中小股东们坚决不同意 集体反对 甚至搞到董明珠在股东大会上都发飙了 说你们这些中小股东没良心之类的话 但是呢发飙也没有用 反正这个收购方案最终依然没有通过 可人家董明珠也不是什么轻言放弃的人 中小股东们反对也没有用 他后来呢先是带着王健林 还有京东刘强东等等 共30亿的资金入股了银龙 2021年的格力电机有以拍卖的方式 花18亿拿下了银龙30.47%的股份 那既然被董明珠这么看好 到底银龙家公司怎么样呢 2015年也就格力收购的前一年 银龙的营收接近30亿 利润4个亿 净资产也有40亿 看起来还不错吧 但是呢他的这个净资产和净利润 其实是靠着对赌式的融资 和国家补贴给吹起来的 2015年阳光保险的八家股东 21.1亿入股 但是呢约定了如果银龙业绩不达标的话呢 要退回本金再加上15%的利息 而在补贴这块 2016年银龙就拿了21个亿的补贴 这个数字呢是他前一年净利润的5倍 至于银龙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呢 钛酸锂电池加上造车的资质 是他最能拿得出手的故事 可问题是这个钛酸锂电池 算有很多的优点 可相比起其他的主流电池来说 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成本太高了 别人家造的同类客车只要70万 而他家造的得要一两百万 那么随着补贴的退坡 再加上银龙的这个技术路径 不怎么被市场认可 所以银龙是年年亏损 他的净资产到现在只剩下2.37亿了 那么按照持股比例来算的话 董明珠个人出资的23.4亿 已经亏了20多亿了 而隔离的18.28亿 已经亏了17.5亿了 董大姐对于这笔投资心不心疼 咱们不知道 反正对于隔离电池来说呢 他每年净利润有200多个亿呢 就算这18亿全部打水漂 其实也不至于伤心动骨 但问题是市场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就是 隔离的未来 还能否在董大姐的手里再度辉煌 想当年明显不怎么靠谱的手机业务